這個CT真的很特別 聞的會很少笑 我通常介紹給網友睡覺 平時我自己日常用的 有時做得很累、很煩躁 聞一聞就完成了 移民台灣之後 有一個真是亡滅不了惡夢 我有一段時間沒有發過 昨天我老婆跟我說她有發這個惡夢 我才記得起 原來我們有一個集體回憶 那這是一個什麼夢呢 沒錯 就是會考了 我昨天我老婆說 她在做夢的時候考試 不設輸 平時發的惡夢 你一會兒就不記得了 但這個夢搞了 整天到下午 依然糾纏著 令到心情坦逼 喂大哥 四十歲了 我已經是四十多歲了 我偶爾都會發這個夢 如果有些時間 有些大事要處理 以前忙的時候 常常都會發 有個項目是來的 你又好像未完成了 睡覺那一晚 你自然就會發那個夢 就是明天考試了 哎呀不及了 怎麼辦 中五回考以來 到現在我四十幾五十歲 我平均一年都會發得遲 差不多 近了幾年就少了一些 處理自己的心情 有些方法就處理事情好了一些 這個夢就沒甚麼再發生過了 突然間我老婆 不知道是因為 因為她有個安排 有些事情要做 所以她竟然說說有這個惡夢 她不說了 我都遺忘了 如果大家到了一些 難關或者一些 未知的恐懼的時間 我們都會用這個惡夢 來展現我們心裏的不安 我們夫妻是很不同類型的人 我會考是一般的 我是會重複的 我還可以記得我重複的那一年 覺得這個世界好像塌了 我真的試過 有三天在床上 我是不願意起床的 睡到我爸爸叫他起床 我也是不停起床 然後回到床 是三天 我覺得這個世界好像 因為你原先覺得自己OK 考得也不是很差 誰知道你出來的結果是這樣的 而你覺得會考不行的話 你好像你沒有前途 你人生已經是玩完了 我以為我就是這樣 因為我老婆讀書也OK 原來她的 會考壓力也不小 我老婆覺得自己也未必可以 想著 讀不行了 我去讀護士算 絕對她是OK的 有什麼奇怪 那時候她真的想著 是想做護士的 因為我覺得會考很難 又很大壓力 那不行就算了 我做護士 都不錯 但又很想讀大學 因為坊間社會都告訴你 讀大學前度就光明一些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盡力 在大學的方向 不斷死跑難跑 對啦 死跑難跑 跑到 連幾十歲的人都繼續 做這個考試的惡夢 我不知道有多少香港人 像我一樣 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例外 我們大膽推選 很多香港人都有這個惡夢 我不知道台灣的朋友 是不是都有相似的東西 我們小時候 考好試 讀好書 入大學 然後去大公司做 好前途好工資 買車買樓這些 一條直路 我們每個人都是有這樣的憧憬 當你考試不合格之後 所有一切一切的幻滅 感覺上自己好像變成廢物一樣 很可怕 十多歲而已 感覺上你考試不合格的話 你如真是一條廢物 但到我現在幾十年 其實我連了會考證書 在哪裡我不知道 連大學畢業證書 我都不知道在哪裡 原來我幫你收起來了 原來我幫你收起來了 其實老實 如果你的人生目標 不是打算做一間大公司的行政人員 或者做一些專科行業 譬如醫生、律師、工程師之類的東西 其實大學的學位 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這些惡夢我當然不想 給我的下一代 因為我自己讀書不厲害 這樣跟別人爭取 我覺得自己很吃虧 因為我經過考試打擊之後 我真的不想被這個社會灌輸 我考試不合格 我就是廢物 這種觀念 我是不想灌輸到我的小朋友身上 而我自己看到 將來的世界也不會是這樣的 我還記得 我當初來台灣 來到選擇學校 我先來 我找學校很瘋 我是由台北找學校找到雲林 最初的概念就是 台灣的公立學校 雖然壓力沒那麼大 但很興奮 所以我們沒有選台灣的公立學校 所以我們深深意想想台灣的私立學校 覺得它比較開放 又會比較尊重成長 我們逐間逐間去見 我還記得 我去見一間臨口的私立學校 也有名 第一天很過癮 帶我參觀學校的老師 帶著勞力士 穿著西裝 打著勞力士 我心想 在台灣做教書 買得那麼多錢 我看 也很喜歡 學校又漂亮 又有泳池 很多東西很齊備 介紹學校的東西很好 又有英文又不錯 一切都很美滿 帶來看宿舍 學生這樣睡 我們會怎樣做功課 講一大堆 感覺上 其實他都在連談間 發覺 其實他都是穀 穀成績為主 然後我們再看第二間 看第二間時 跟當地台灣人家長聊聊天 原來發覺 為何我們選私立學校 原來是因為私立學校 是真的穀成績 你去得選私立學校 就是因為想孩子有好成績 他才選私立學校 原來是這樣的嗎 這樣就完全失散我們的預算 最後我們去看雲林一間 又是叫做 注重英語的私立學校 老師帶我們參觀完之後 我們又跟老師聊天之後 他表現得很開放 但原來最終二淡街 他也是在講成績 其實最終兩間都說收我們 但我回到香港之後 我心想 跟我在香港讀什麼分別 香港的學校質素不差 你要穀成績 香港很穀 你要英文 香港不差 那我為何要走 我為何要轉 所以不行了 所以擦過前面的東西 從頭再找過 最終選擇之後 選到現在的華德福 說我又說 我的人除了淹沾以外 還很大膽 我當時來 我就報一間 我只是報現在這間 這間不收 我就由頭再 又不知道要找到何時 但我都很信心 跟他收我 我現在做了幾十歲人 我老婆也做了很多年 教過書 又在商業機構做人事管理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們也有共識 將來的社會是很不同的 考試這種制度 是適合某部份人 但如果你是有能力的人 但原來你不適合考試這個制度的話 你就會被人類似一個廢柴 我覺得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來講一個比喻 你可否想像一下 當籃球之神米高佐敦 他從來不知道這世界有籃球 他就可以踢足球 你以為現在 他再有甚麼出名 當斯洛娜道 他很喜歡籃球 他在學校打籃球 你覺得他還可以做到現在這麼出名 我不是開玩笑 我讀大學時 我是讀程式 我看到我同學 他寫五行 就已經寫完一個動作 我要寫十幾二十行才能做到同一個動作 你說差多遠 所以我畢業之後 我做了一個月程式完 我就沒有做了 我知道我真的不是那一行 我就決定不要勉強自己 這樣質疑我們 你是不是逃避 我真的想說 我們絕對 是不敢找我小朋友的錢來交票 告訴你 我們現在走這條路 確實 是 不是很多人在走的 如果你是敢逼Michael Jordan 去踢球 那你是不是害死他 我們只是發現了我自己的小朋友 有些特質 即是我們想強化他的特質 不想給一些 考試的規範 來將他的特質磨滅了 所以我們到現在 我們都不覺得自己是冒險 論是你自己 哪個清楚得到你自己 現在有些事情是不適合你的 你強行踢別人說好 你強行要去接受 強行跟別人的話 辛苦過不是你自己 都不行 誰幫你 誰可憐你 你又越得到誰 你想想 你用了很多時間 不斷去滿足別人的期望 去追求別人覺得好的東西 那你自己內在 是去展現自己的時間 你全都沒有了 那你人生 就是跟著別人走 跟著別人走 我老婆做完夢之後 她說不行 真的要清理了它 她很生氣 有一次來台灣 都還跟著我 這個惡夢 她問我 你以前也有 那怎麼辦 我告訴你 很簡單 你夠膽就可以了 因為夠膽 多一件事 它有個結果 結果可能是不好的 你夠膽不理它 你夠膽最多就是這樣 你說得出這一句 你這個夢自然會消失 多大的風險 多大的不好的結果 你夠膽去承受 最多就是這樣 你自然這種恐懼 你會飄一飄一飄 就飄走了 我老婆又這樣說 對呀 如果當時考得不好 其實我去做護士 也更好 現在 花了三四萬元的工資 是港幣 做多幾年當然不止這個數 不過也是這樣 如果她做了護士 被醫生追求 就不可以跟我結婚 我們就不能相遇了 假如護士有好的前途 但同時沒有一個好的老公 所以這個人生是沒有絕對的 如果我考試 考好一點點 我都不會去做生意 我不做生意 我又覺得沒那麼好玩 有版給你看 我這些人 兩年內轉了九份工 所以我做員工是沒有前途的 不管你現在選擇了什麼路 這一刻你走的路 是你自己的 一定是好路 如果你這一刻 你還懷疑自己的選擇 是否有正確的話 我問你一個問題 那走另一條路 是否你心所想 是否覺得這麼爽 你不用回答我 你記得回答我 可以回答自己 你答完自己的問題 你就會把很多東西都放下 可能中間裡 是有一些麻煩 是有一些挑戰 但一路走下去 你是會越走越順 今天要講多 下次再見 拜拜